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到了科学回忆录的时间了 科学回忆录我们讲一讲赤尔诺贝尔现在是怎样 当然第一件事我反而想到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开战初期俄军甚至乎是由赤尔诺贝尔核电厂的位置 那里去发动攻击 其实客观的效果就真的令到很多的俄军 硬在那里挖战豪就中了复射 其实就有个损害很大的 现在那里虽然那里的战事就平息了 但是呢 期间是由1986年出事到现在呢 都是有很多的生物学家在那里做追踪研究的 那如果呢 你去一些书店找到那些 有人去甚至乎出了一个影集的 就是那些是负责做生态研究的人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那里的那些花 那些草 那些果实 生出来的 很多很古灵精怪的形态 就应该相信就是由那个 辐射导致的基因变异 带出来的效果 那所以呢 赤諾贝尔附近的这个环境呢 因为那个灾难的关系呢 就成为了那个 在高辐射剂量那里对于生态影响去评估 就是究竟影响有多大的这些研究呢 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去搜集这个资料了 那变成了其实它是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实验场 是的 就是在这个高辐射环境那个进化会是怎样的 那因为高辐射呢 不只是带来基因病那么简单的 高辐射也都是促成了那个基因变异更加快 当然有些基因变异有害 就形成了有害的物质不受制约 那那些就癌症了 但是会不会就是说 出现了一些基因变异是我们是意想不到的呢 甚至乎有些电影题材都有讲过的 就会不会令到加速了连人在那里的演化都可以变了呢 比如X-men嘛 就是有些特别的功能 但是具体上拍到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在那里做过不同的研究的 那我只是讲那些生态学家去做的那些 有人就专攻在植物那方面的 但是其中一些就是如果动物的话 也都会特别留意几个物种 那我们这一节就特别想去和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其中两种物种的追踪研究 那现在台长你这里post出来就是两只青蛙来的 一只就真的是青色的青蛙 另外一只其实就是青到黑的 黑蛙来的 他们都是在那个赤尔诺贝尔灾区那里找到的青蛙的物种来的 而很有趣 在那个搜集那里发现 对应以往的记录 那个不同颜色的青蛙在那里 就随着那个赤尔诺贝尔核电厂那个事故发生了这么多年 是令到他们的数量出现了一变 就是不同颜色的数量的比例出现了变化 那现在发现黑蛙就可以生得好些 青蛙就生得没那么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观察 但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那现在呢 其实就说应该就由那个辐射那里去解释的 那现在说那个赤尔诺贝尔灾区周围的环境 都不要说靠近那个反应堆那里的 它的辐射依然是比起乌克兰其他 譬如说基辅那里高一百倍 那所以那些人去就只能去周边 但是当然现在附近就是 就是那个战争气氛很紧张 都不要适而去 在那里你会看到 研究人员在那里发现 他们就开始这样觉得 就是为什么那里的青蛙的皮肤变了色呢? 就是他们第一时间就想 由青色变了黑色 曬黑了 但是原来后来再看真一点就是 其实基本上在那个地方 原本就已经存在着这种青色 就是深色和淺色的青蛙在那里了 但是现在看到就是更加容易发现到黑色的蛙 那我们拿去那个基因去排序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这些黑色的蛙 其实就等于好像人类那些黑色人种那样 就是它的皮肤那种黑色素就特别产生得多 就跟我们人的皮肤深色的那些完全是同一个原因 那现在就发觉它就更加容易生存了下来 因为周围的生境 是唯一变成了就是那个辐射的条件而已 现在就相信就是那些皮肤浅色的那些青蛙 它因为少那些黑色素 它就能够抵御那个高辐射的能量 那个能力就会低了 因为其实那些黑色素本身 它就是一阵东西就可以帮我们去叫做 减弱了吸收了部分这些高能辐射的能量 那于是乎就令到我们 就更加好保护到我们自己 其实人类都是的 就是为什么曬黑 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皮肤自己产生黑色素 来令到我们更加可以抵御到阳光的伤害的一个机制 那现在就不是说那些青蛙自己曬黑了 而是那个天窄的过程之中 令到那些自己本身更加有能力产生黑色素的这些这样的青蛙 就是它的数量就多了 那于是乎它出现在的基因变异就会少了 那于是乎它的数量就多了 那完全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游戏了 除了青蛙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生物在那里生存着呢? 其实我就想讲一个和狗有关的研究 不过让我提一点就是 一个我们这里没有找到资料出来 但是也都已经有人追踪做过研究 就是找那里的狼 那其中的发现很独特就是说 其中有一些在当地出现的一些野狼 就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 就有多了一个新的基因变异走出来 那这个基因变异是突然之间 在第几代哪些狼出来了我们不知道的 那就令到怎样呢? 就令到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加有一个 来去捉走一些基因变异的细胞的能力 就是说如果有个 讲得不好听些 有些基因变异有个癌症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去除排除癌症的机制就强了 那这个就是自己修补基因 以及赶走那些变异了基因的能力 就在某一些狼身上 就发现了那个适者生存机制就启动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其他的生物上 依然又找到这些东西呢? 那其中我们可以找一下一些狼的远亲的生物 那譬如好像狗就是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都知道狐狸、狼和狗都是 就是属于在那个基因上 是相对比较近一点的一些物种 那在台长你这里展示了一个 由National Geographic 在去年时都有出过一个专题报道 也都适合在这里一次过说了 他就说了 在一个大型追踪 由切尔诺贝尔灾区出来的流浪狗那里呢 就一个追踪研究的结果 就发觉这些这样的流浪狗呢 真是大辐射 是一些辐射的狗 他们那些辐射可以去到哪里呢? 就是由他们的狗毛那里 都发现了比较高剂量的辐射 那你知道的就是 很多时候人都是的 你吸收了一些重金属呢 人的毛发呢 都是其中一个排走重金属的机制 而这些这样的辐射的物质 很多时候有些也都牵涉到一些重金属都有 所以由狗毛那里出了一些辐射反应呢 就也可以理解得到 那现在呢 其实就一直是这么多年来呢 大家就对于在赤诺贝尔地区的流浪狗 是比较骤忌的 因为呢 它由一个高辐射的地区那里出了来呢 如果它离开了灾区 去到其他地方被人收养的话呢 那是会将当地的一些辐射污染是带了出来的 你不会预期有人去收养一只狼回来的 因为大家都鼻子侧鸡 也都不会给它 但是往往是呢 如果有狗呢 可能你见在附近 来过灾区比较远的居民 就是真的是爱护动物的 慈悲心大发去喂它 养它 让它留在那里 那就出现了一个危机了 几方面的 第一 它们真的是多辐射 第二就是什么呢 它们是从来没有接种过任何疫苗的 那如果有封狗症的时候 那会有一个在市面上带来的危机在那里 那也都是 就是这些流浪狗也都不会有什么 晶片追踪那些这样的东西的了 那所以现在就很有趣了 就有人呢 有研究人员 但在乌克尔是反过来逆流而上 故意去找这些 由灾区生存 甚至是由灾区来逃了出来的狗 来搜集他们的基因数据 而且都很不幸的 在这个环境里面 都不利狗去生存 因為在烏克蘭、赤洛貝爾這些地方 春夏秋天氣候比較溫和 但是漫長的冬天也沒有人類活動 也有自然的資源不多的時候 令狗在那裡的平均壽命都比較短 他們不是說因為輻射而令他們短命 而是因為自然的資源缺乏 餓死互相去施殺 會受傷而死 這是經常發生的 所以在災區附近的狗的平均壽命 都是只有三、四歲左右 他們可能真的有了這個繁殖能力 生於下一代基本上就稍微老一點 已經很容易就受襲擊 或者是自然環境令他們去貧病而死 餓死也會經常發生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 我們也可以追蹤到 未夠四十年間 已經有一些狗繁殖了35代 你看到剛剛成熟就已經是再繁殖 剛剛成熟再繁殖 有些狗已经去到35代 因為累積了這麼多代的數據 其實現在是時候 一個適當的時候 去做一個大型的基因研究 就追蹤一下在這30多年來 究竟這些在赤諾貝爾附近的流浪狗 它有沒有一個基因變異呢? 會不會找到銅牢那裡 也有一個類似的機制 是發現到原來它們已經在這個自然選擇過程裡面 是有一個基因上面的演化 令它們更加有能力去克服這些輻射帶來的基因變異呢? 那你說那些狗的輻射 是不是我用一個加一加的counter就可以 立刻刺到它 它會刮一刮 這個就是第一層 但是也很多時候它們有一些比較標準化的方法 就是說你拿了一個固定份量的樣本 在把它集中之後 再分解之後在那個樣本裡面度到的濃度 一個標準化了的濃度 是有幾高幾低 那是有這樣的標準的 譬如你就是量到它的肉裡面 在一刻的肉的組織裡面有多少的輻射量 我們就算量到周圍的環境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拿一個毫升的水 然後看看一毫升的水裡面有多少個輻射線走出來 那這都是需要做一個比較標準化的分析 那而且就是經過這個標準化的分析之後 就知道那裡的狗是高輻射狗 那但是那些狗有輻射 它是生存到的 那這就代表它那個生物到某一個水平的時候 它是可以適應到一個這麼危險的環境 就這樣說了 這個也很需要計算一個沒有受到輻射影響 和一個有受到輻射影響 你見不見到受了輻射影響的那隻狗 是顯著地的壽命縮短 病痛症多 你要這樣去看 就不是說拿狗的壽命和人的壽命和其他生物的壽命去比 最主要你一定要和它自己本身原有物種壽命去比 你看看會不會真的有 原來完全沒有變 那就是它可以完全克服到這個輻射帶來的影響 然後就是說你也知道它曾經出現過一些 輻射劑量特別高的位置 然後就是它那個壽命也都沒有特別短度 病痛沒有特別多度 那才能夠下結論 但是這個現在很難去一個因素去解釋 因為剛才你說了 那個環境這麼差 可能純粹那些狗壽命吃不是一個輻射問題 是 所以反過來 你就要從基因那裡找回答案了 會不會已經好像在部分的狼那裡 你已經找到它有些基因變異 就是特別有利於去克服那些由輻射帶來的男細胞 有的話 你才能夠下到一個結論就是 它已經是內置了一定程度的抗輻射能力這樣 其實在地球上面很多的生物都是的 越是能夠抵抗輻射的生物 你會發覺它那種自我修補的能力是越高的 它的保護重要資訊的能力也是越高的 那這樣的環境呢 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正常呢? 這樣說吧 以人類文明的赤道來看呢 你說永遠不會恢復正常的了 赤爾諾貝爾來說 它裡面有一些的放射性元素 在講一個半歲期 遠遠地超越了人類文明的那個時間 所以就是說 對於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文明出現了 只不過是一剎那 你問五千年後會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呢? 有變化的 但是都是由一個極高的數字 跌下來另一個極高的數字 所以對於人類來說 那個地方絕對就當是報廢了 永遠不能再使用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讓我看那個是一個很好的自然界實驗室 就告訴你 如果那個高輻射的時候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純粹為了實驗 可以說是好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很頭痛 我們以往都有提過了 接下來 現有的那個保護罩結構呢 就是有它的建築壽命的 而且這些建築材料呢 長期受到高輻射來去照射呢 是會變質得特別容易的 所以現在有需要考慮 就是在這個蓋外面 然後再加一個更加大的蓋來把原本裡面的東西全部蓋住了 這個呢 就是 又要是俄羅斯 又要是烏克蘭這些 大家去談判定 怎樣去包底了 但是現在你也知道了 戰事頻盈啊 我想呢 在這方面去討論怎樣去處理 就是Chernobyl 這個次 諾貝爾是電廠呢 大家也沒有什麼計劃的 你覺得 沒有的 打完場仗 大家看看有沒有錢搞的 是啊 那個東西還要大塊一點 誰出錢呢 你一定是要扔外國胸口來去做的 那當然是俄羅斯出錢了 大佬 整個東西都是這樣的蘇州市特里搞出來的 是 是 是 固有領土他也要 但是這些蘇州市他也不要 給你了 這個G-LOOK 給你了 我來不愛你了 好了 今天完成了所有科學新知的節數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隔壁的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隔壁的旁邊的一個叫做Shakeshifter 那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假裝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鈴鐺就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去做一次 對不起